花莲县社团法人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今年投入实习冰箱的行列 透过吉安湘公所的协助 23号上午在南昌活动中心举办捐赠 将四台的习食冰箱分别捐赠给南昌、稻香、圣安 以及宜昌社区发展协会的据点 期盼据点长辈能够享用到更好品质的食物 今年投入习食冰箱行列 推动习服、叙食、爱分享、精神的社团法人 花莲县老人继家庭关怀协会 透过吉安湘公所协助 23日上午在南昌活动中心 举行四台习食冰箱的捐赠仪式 由吉安湘长游淑珍代为受赠 这两三年来花莲老家也特别投入 这个习食冰箱的行列 来做习食跟蓄食 爱分享的一个这样的活动 那我想今天特别跟这个吉安湘公所 也透过乡长这边 我们分发了四台五台的这个 这个习食的冰箱 那希望透过这个 我们在这个惠儿浦的捐赠 也透过我们老家本身是 台湾市鱼航联合会 跟曾吉祥协会的这个支持之下 提供一些叙食、习食的一些 这个用品 那让我们社区的长者 社区长者这个具体的长者 能够在营养的部分 还有餐食的部分能够更丰富 谢谢我们已经进行的 泰昌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道湘、盛安、南昌、宜昌 我们未来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 都可以带来满满关系的食物的分享 也希望有需要的乡亲好朋友们 可以跟我们来联系 希望我们的爱传得更远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吉安湘公所 愿意配合我们老家 寄我们所有来自于全国的散心团体 一起把我们的食物 珍爱、珍惜、分享、共购 让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健康 也让我们所有的食物 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分配跟来享用 四台西石冰箱将分别捐赠给 南昌、道湘、盛安和宜昌社区发展协会据点 透过西石冰箱将食物做最有效的保存 和妥善利用分配 期盼让社区据点的长者们 都能拥有更丰富以及更营养的餐食 补充身体的健康 记者长方燕吉安湘报导